剛剛Eric說了香港有很多創新的科技公司 其實香港位於一個很理想的生態 很多創新都開始在領先的地位 香港在4月1日都開通了5G 5G在創新上都是一個很重要的地位 政府其實也有很多鼓勵 今天我們都會說如何獲得政府的資金 去增加利益給5G 這個也會講講5G的用力 以及去應付這個資金的時候 有什麼要留意呢? 我這次不是說如何應付 下一個項目會講的 但是我想揭曉一下 有一些重點 是這個subsidy subsidy scheme for encouraging early deployment of 5G 這個是香港有很多不同的 funding 都是研發新的產品 但是這個是說第一是一定要5G 還有它是希望各行各業 無論是Healthcare也好 Transport Norgistic Tourism Professor Service 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Property management Retail Manufacturing 以及Entertainment 根本上已經是各行各業的 我甚至是start up也可以的 這個 香港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行業 這些行業其實可以 申請這些基金 主要是說用了5G的時候 怎樣可以增進到他們的行業裏面的效益 OK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其實在香港 其實政府是希望在應用上 將5G在商業或各行業上形容起來 其實 申請的時候 第一 是要5G 如果申請一件事不關5G的事 跟這個基金是沒有什麼關聯性的 第二件事最重要的是 你申請這個 Funding 的時候 反問 我4G還不可以做到的呢? 如果4G做到 不需要5G 亦不是這個Funding 的主要的 因素 所以在這方面 你做申請的時候 是5G 以及 不是可以 4G都做到的 我再說一說 其實 5G 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 比起以往之前的Genderation 有什麼特別的分別呢? 其實5G 比起以往的技術 其實是去到 Industrial Grade 的一個 Level 以往 4G 和3G 其實都是 Best Effort 即是說 Network 做到多少 給你 你就可以做多少 就是不保證的 但是在5G 上面 其實是可以保證到 你Subscribe Service 是一個高速度 以及是一個很短 Natency OK 今時今日 而在這方面 因此在很多 Business 或是Industrial Application 因此就可以形容起來了 首先我講講 5G 主要的特性是什麼? 5G 其實比起4G 高速度10-20倍 10-20倍 其實有什麼4G做不到 而5G做到呢? 其實有很多 Video 是很Demanding 的 例如有些是4K 360度 180度的Video 有很多 今時今日 其實有很多 remote 的Operation Field 的Operation 其實都是很需要影像 回到控制中心的 這方面 這方面 其實是 如果你的 Application 需要 一些很高的 Video 尤其是我在這裡 說 這幾個 鏡頭加上 要200Mbps 200Mbps 我現在經常說 4G都達到1G 有什麼特別呢? 但不要忘記 我認為這是 上行的速度 所以其實這個上行速度 其實是需要5G 才能做到這個速度 另外就是 Low Latency 其實Low Latency 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為什麼呢? 如果你的Video 就算你用了4G 你按一個 Zoom Zoom 下去一個鏡頭 在4G上面 可能要等十幾秒 Zoom 進去 如果Latency 短的時候 大家一按Zoom 下去就立即有反應 這個 現在已經有 很大的分別 將來 譬如說 車聯網 在來三至五年 車聯網 更加重要 因為你踩一個 駕駛 你遲到 幾百Mbps 以及 十Mbps之內 反應都已經很不同 另外就是 Massive Connectivity IoT IoT 其實 今天 其實5G 未有5G IoT 今天所用的IoT 大部分都是4G Narrowband IoT 所以 如果要一些IoT 其實可能要一些 High bandwidth IoT Camera 都是IoT 不是 Low bit rate IoT 可能4G也做到 可能5G未必做到 至少基本上 就理解了5G的Essential Capability 在這方面 哪一方面它的Capability 以及 Characteristic 是可以 Enable Application 5G 是5G 而4G做不到的 5G 我舉例有幾個 使用例子 例如這個行業 Building and Construction 其實很簡單的 其實 Site Office 是Mobile 你去到那個Site 建築地盤 有些可能是很Remote的地方 沒有那麼容易拿到的Fixed 的Blockband 其實你一個Site Office 又有很大量的File 很大量的 圖籍 去傳書 其實都很容易 可以做到一個 5G的Site Office 這個是很快就很容易做得到的 除了這個Wireless Blockband之外 其實也可以 有一個Dedicate的 Private Network OK Cover了整個Office 裡面 不用說 Pay for users 或者是什麼 總之就是 所有整個地盤用的任何 Video surveillance Sensor 那些 Connectivity 其實都是under Private Network 上面 一個high security Dedicate 的一些resource 去 Transform 整個Site Office 上面 很多是Digital 的Transformation 其實這裏都是很多很多形容 可以做得到的 這個其實就 不要看一個地盤那麼簡單 其實這個地盤 其實就不是說 是mechanical的 其實有很多 是可以Digitize 和可以automate 那個process 另外一個行業 Healthcare Healthcare 其實這家 政府這個基金都是 第二輪抗疫基金 的下面 產生出來的 以及 Healthcare 現在的Demand 是非常非常高的 全球性的 其實 最大value 在Healthcare 裡面 其實是什麼呢 不是Excomrate 不是什麼 equipment 最大value 是醫生 以及 Consultants 全球都是缺乏這些專家的 我們怎樣可以 令到 那些專家 可以做很多 remote Consultation 好 mentoring 好 或者training 其實呢 已經是省了很多 醫生本身 自己 很valuable的 時間 來 maximize 所謂的 productivity 這方面呢 其實呢 就是一個很大很大的需求 以及 是很 迫切性的一個需要來的 在5G上面呢 在這個 High Resolution 的Video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 你看醫生 用4K鏡頭來幫你看醫生 以及 用720的鏡頭來看醫生 720的鏡頭來看醫生 可能醫生說你會很病 但是4K 可能 看得清晰一點 這樣就可以 另外 Entertainment Entertainment 其實在這裏 Multi View 的Camera 有些360度的VR 這又是另一個行業 會產生有很多 5G的形容 甚至你說 在Content 搜集上 或者記者 或者是 報告 其實在 上傳的速度 是可以 anytime realtime 去採訪新聞 也好 做recording也好 其實這個 也是一個非常非常 重要 很impactful的 Industry 你申請的時候 公司 各行各業 對5G 又不是太 熟悉的 所以其實 我們這次 都是協作上的 其實在5G上 我剛才說了 4月1日的時候 我們已經 開通了5G 服務 在這方面 其實在香港電訊來說 無論在頻譜上 或者是 頻譜 各方面的 黃金 頻段 3.5G 以及 4.9G 這個中頻 其實 香港電訊有很多的頻譜 都可以用來做5G 4.9G 在這個頻譜上 其實有 低頻 就是 1G 以下 中頻 3.3G 3.5G 4.9G 以及高頻 28G 其實我們在 這裡 其實在香港來說 我們 黃金頻譜 3.5G 裡面 其實有一些 其實是 5G頻譜的黑洞 就是大埔區 和赤柱 我們其實香港電訊 不是那個 有 其中一個 有4.9G 可以覆蓋到 全香港新界 九龍 香港都可以 蓋得到 所以其實我們擁有 520MHz的頻譜 所以在這方面 我們是 他們這樣 支持 還有 可以 大家一起 分析 什麼 這裏 其實我們也有一個 Innovation Lab Innovation Lab 對於 我們協助的 一個調量 其實有很多 譬如說 你有什麼需求 其實我們可以 跟你們說 你其實有什麼方案 可以 考慮的 這個協助 除了用家之外 其實是在 一個 Vendor 或者是 一些 Provider 我們 我們 都會 在這個 協助 協助 這個協助 不需要 一定是 在哪個 地位 因為很多時候 譬如說地盤 我們可以在地盤 和你們做 Proof of Concept 在醫院 或者 在 扣場 我們就在 不同的地方 可以和 大家一起 在這個 協助 做Proof of Concept 去意見 這個解決 所以我們 在一個很好的 網絡上 協助上的環境 希望 可以幫到大家 這是我今天 大家想分享的 一件事 多謝大家